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三下就看得清清楚楚 别人是别人 反正就是在做梦 你不要跟着做梦就好了 第一 你的心是佛 并非见到你的心 修了很久之后才是佛 口袋拿出来的就是魔尼珠 一翻两瞪眼就是如此 如果口袋拿出来 它还不会闪闪发亮 它一定不是魔尼珠 大概是你口袋拿到石头了 第二 你为什么能 因为你放不下 你为什么能入 因为你放下 为什么你放不下 问你啊 你怎么问我 比如 我孩子还小 我家还有八十岁的老母 我还有很多弟妹 这跟放下放不下没有关系 这本来就是你要去做的事 你不要乱用 放下 放不下指的是心 不是指要不要做事 你上班可以开悟 你不上班也可以开悟 你在家可以开悟 出家也可以开悟 你结婚也可以开悟 要保持童子身也可以开悟 你是个坏人 只要你愿意放下屠刀 你可以马上就立地成佛 你是一个好人 你执着你的善事 你也不能开悟 你现在还在什么放不下呢 心没有快 没有慢 心没有多根寡的问题 有一个同学为人媳妇 他先生有好几个心度 但他婆婆就是喜欢住在他家 他有一天跟我说 师父 我已经很孝顺我婆婆了 但他还是念叨我的不是 我们长期照顾他 其他兄弟姐妹都不轮流照顾 这应该怎么办 我问他 你不是很孝顺你婆婆吗 这就代表你爱你婆婆 你忙不过来 从明天开始 你的先生让别人隆友照顾好不好 他无语 他爱不爱你先生 你爱不爱你先生 爱 你爱不爱你婆婆爱 为什么婆婆让你照顾 你抱怨 而让你把你先生隆给别人照顾 你又不肯 你不是爱吗 有的同学都很害怕我这样的屁育 如果你真的很孝顺 你才舍不得让别人照顾呢 你们都是破空 其实没有为什么 也不是轮几天的问题 这在于你如果摆平 如何摆平你的内在 你摆平了就没事 不摆平就原来离去 其实也都不太认 你不要骗自己 这就是你不够孝顺 别人孝不孝顺是他的事 我孝不孝顺是我的事 别人造罪是他的事 我要行善是我的事 但大家都不这样讲 一天到晚都讲公平 现象界的东西 你再怎么讲都有问题 你为什么要在现象界中 去求公平呢 世间人用法律 但是公平吗 不管如何规范 都是不公平 我们要铲平我们的内心 降服内心才最重要 你不放下 你就不能入道 先别谈开悟 应该先谈愿不愿意放下 问自己最快 问别人还要绕一大圈 你还会包装伪装 有一些事 你不敢讲真话 当你问完别人之后 你还是要决定 你何不问你自己呢 你是什么人 你内在正不正确 你自不自私 你当问自己 我有很多问题 还是问我自己的内心 因为我没有教导我的老师 只要能长期静静思维 不断问自己 真实面对自己的内心 不掩饰自己 我就可以看到 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你也可以 只是你还不太熟悉 我熟悉看我自己 你熟悉看经典 或看别人 或看外面的世界 或看电视 差别旨在于此 外面的世界 不用再看了 这一招 你已经很熟了 你不断地看 就会完成三个阶段 你会渐渐诸恶莫作 渐渐众善奉行 最后没有事情了 自尽其意 你总是认为师父 我现在根本就是起大风 起大浪 我现在是狂风暴雨 海面上的大浪 只不过是海水 它再怎么翻脚 它本身就是海水 你不用担心 风平浪静是海水 波涛汹涌也是海水 你现在就是海水 我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你本来就有智慧 问题你要用对 买房子不要买死相 一定要买交通便利 四通八达的地方 你的心不要走入死胡同 你的心要走出来 我画一个圆圈是不得已的 你的心是一片光明 没有什么死角和障碍 没有什么过不过去的难关 也没有跳不过去的鸿沟 文后思维 你懂得从你自己的心 去找答案吗 心平何劳持戒 行职何应兇禅 感恩六族卫龙大师开始 感恩大观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意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